蟹星被爆出不倫丑闻后 形象一度跌落谷底 满党的工作瞬间归零 差点断送也已生涯 如今四年过去 他再度接到跨年主持 扯感恩的心情外 也谈言这段时间 丢掉原有节目的主持工作 没有经纪人的帮忙 就连业配尾牙活动也没有 导致他收入骤减 每月缴付了6.5万的房贷后 剩下的钱刚好只够过生活而已 细心透露不久 曾经收到主持邀约 当时对方开价4小时16 让他误以为是16万酬劳 再次确定后才发现是1.6万 他挣扎需求后才决定婉拒 即便急需要收入 但也不想要这么委屈自己 今年的跨年主持费 他仅拿过去的一半 也透过社群发文表示 从习惯舞台到失去舞台 虽然需要挑食食落的心情 但一切都是自己该承担的后果 虽然没有声势浩大的记者会 但他觉得很踏实也很感谢 也算是人生滴滴撞撞后 另一个旅船碑